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富足人生一百问 进行单元是富足人生一百问 在这个单元当中呢 我们都会邀请到的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圣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导师好 问你早以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在这个单元当中呢 导师都跟大家分享很多的心法 还有在超级生命密码当中 怎么样运用这个可以被复制的系统 帮助上千万人改变他们的生命 我最近呢看到网络文化 网红 其中有个网红呢 非常的红 月收入百万以上 而且他才十几岁不到二十岁 他的粉丝群呢 都是十几岁 可能十二十三未成年的孩子 有上百万人是他的粉丝 所以我就很好奇去看了一下这个网红的直播 后来呢我看一下 嗯 就会让人觉得 哎 其实他讲话没有什么内容 可是呢 他的对话之所以好笑 很多小朋友觉得 因为他都是用这种 cow say别人的方式 嘲笑的方式 在讲话 他会觉得 哎 现在的孩子居然很喜欢这样的讲话方式 哎 可是又说代工吗 代工 哈哈哈哈 真的耶 像这样大家就觉得好像没什么 可是其实这样的讲话方式 久了是不是对自己也会有一些影响 其实 我们现在的社会啊 以及整个世界的结构 正在改变 而且改变的速度呢 就像是网络的速度 那么的快速 对 那这里面带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呢 就是网络 现在的网络 无其不有 对 所有的东西 让大家有时候 也很惊讶 这个网络 到底是 人间的一大好事呢 还是给人间 即将带来灾祸 嗯 那你刚提到 网红这件事情呢 的确现在全世界 都掀起了这个网红之风啊 嗯 但是我查了一下呢 嗯 就是按照比例来看 嗯 这个所谓的网红啊 应该是 令人忧心的比不令人忧心的多 嗯 所以这个是 反映出这个现在全世界 所谓的道德与否的沦丧 嗯 而影响到现在所谓的文化的 分禁啊 嗯 它在哪个方面 正在成长中 嗯 所以就像刚刚讲的 哇 是不是将来有这个代沟了 嗯 这个代沟到底 代沟出什么东西来呢 嗯 对人间是好还是坏 实在是令人 有点 要冒冷汗的感觉 是这样子 嗯 所以像 嗯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种 呃 讲话的方式很好笑 或是说 这种呃 亏损别人的方式 在这样的方式底下 他在讲出这些话的时候 这些能量 他也会回过头来影响到自己吗 就说 反走过必留下恳吉啊 嗯 哪怕不是马上 那将来 就说 你怎么样做 那总是还会 像地球是圆的一样 又回到自己身上 嗯 所以现在也许还没有弄清楚 但是 毕竟啊 这个是一个 世界真理吧 嗯 现在你怎么做 将来就怎么回 就这样子 嗯 这以后还是会遇到的 哈哈 好 就是说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这样 嗯 不过像刚刚导师说到 现在讲道德的人 真的是比较少了 以前我们讲说 哇 这个儒家思想啊 或者是 呃 这种 呃 也许过去的一些教导 会觉得是很宝贵的 可是现在呢 当我们讲到道德 这两个字的时候啊 会觉得 是一个 刻板 或是古板 无聊 的这种代名词 你讲到道德 很多人在笑你 啊 现在什么时代呢 讲道德 哎呀 你是古早人啊 还是从山东刚出来啊 嗯 对啊 但是的确我们 就拿现在这个世界的结果论呢 嗯 现在的这个所谓 道德好像 不知道这两个字怎么写的人像居多的 情况下 嗯 这个世界有变得比较好吗 好像没有 嗯 对不对 嗯 嗯 好像令人忧心的事情比较多 嗯 那正在转变之中啊 其实这后面是比较值得伤脑筋这个慢慢在深层当中 嗯 那 现在等于是不管是年纪大的年纪小的 讲到这两个字可能都没太大兴趣了 嗯 那大部分都是属于自己就是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嗯 那现在这个社会的乱象好 社会的新闻也经常都出来 嗯 就表态出啊 就是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 这个很多的产物 嗯 然后后面都变成社会新闻 嗯 所以你说难道不值得忧虑吗 但是现在好像忧虑的人也不多了 大家慢慢麻痹了 嗯 所以这个世界也不知道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是这样子 嗯 我觉得像这种只要我喜欢没有什么不可以啊 这句话它其实背后 带了一点点 嗯 就我的感觉好像多了一点自负跟自傲 所以 这种很自傲自负 然后在道德上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多琢磨的 在这样的生命当中 嗯 就导师那么多的经验来看 也许对一个人的影响性会是什么呢 就像我刚刚讲的 就说也许一下子它也看不出来 嗯 但是毕竟啊 人还是要每一天继续的生活着 就说呢 越有殷勤缘缺嘛 嗯 那是不是每一天都是过年呢 就不知道了 而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每天都会过年呢 也不知道 嗯 对吧 嗯 所以是将来是我们影响别人呢 还是人家影响我们呢 嗯 还是大家都把这个路走到死胡同去了 嗯 这就很难说了 嗯 但目前来看 嗯 好就像你说刚刚的网红这么年纪小 他就会数落人 嗯 因为我们的社会每个人都长这样子的时候 这个社会怎么办呢 嗯 有很多的问题 现在 好 不管是大人小孩 他都不去想 嗯 他觉得今天过好就好了 明天再说吧 嗯 所以 的确 你如果多看看的话 的确是有一些 值得人 忧虑的地方 那要怎么样提升自己的道德 我们说道德这两个字感觉有点严肃 对不对 但是如果只说一个德字哦 之前导师也在我们的单元当中曾经分享过 就是德的重要性 所以这个德的提升怎么样去做 那怎么样才叫做道德 一个在个性上是有被说有德性的人呢 就是说你讲起道德也想到古人 嗯 对 这不然跟我们也规范 对吧 就是因为想起古人 所以人家说这什么年代 还想古人讲的话 嗯 他觉得现在都是 应该是很前卫的 什么会 还在文组组的 在想着什么 这些 好 以前我们在 那个学校里面学的一些 哦 那时候还有古人的话 现在好像比较少了 嗯 那实际上 就是说 这些古人 他的话 也都是传承着天地的真理 嗯 那么 重点把它写出来 嗯 但是现在因为这个科技太发达了 嗯 所以好都没学到呢 坏得很快大家都能够细微藏 对 所以那么一来呢 就像你讲的 这个网红呢 年纪越来越小呢 可以赚几百万 嗯 但是呢 他确实用着 不是成人之美的方式 而是用着这种 俗乐人的方式 让他自己红 嗯 那么像这种风气 大家都学会了 哦 如果还有很多种风气 大家也都学会了 那明天后天 未来的日子 我们人类会不会人吃人呢 嗯 真的是值得令人忧心的 所以刚刚导师说 呃 就是 人在学坏的东西 是学很快的 可是要有个好的习惯的建立 或是一个好的说话方法的学习 其实他反而是比较花力气的 所以 人性是本恶吗 哈哈 哈哈 所以我经常说啊 这人心本善 人心本恶啊 那个 看环境 看时候 嗯 那一个人里面呢 这两种因子都有 哦 也不是说人心就绝对本善的 嗯 他在这环境 能够让他本善 哎 他可能比谁都善 嗯 但是他被这环境所逼啊 然后出现的都是 这个可怕的 这个一幕一幕啊 嗯 他可能就在里面 戏为常 慢慢的 好 所谓的人性本恶的 本性就跑出来了 哦 所以 我看了很多人了 嗯 嗯 那一会儿 你看他是人性本善 嗯 但是 才一不注意 才转个身 再回头一看 哎呦 昨天的人性本善的 这个 嘴脸不见了 嗯 呈现出一幅 人性本恶的 像这个 连续剧里面的这种 戏剧表现啊 嗯 那的确在我们人间上演着 嗯 那到时候你再去研究 哎 这个人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嗯 那很多时候 啊 这个现实所逼啊 嗯 或者是客观主观的条件 啊 他必须要面对的时候 嗯 那当你看到的时候 你才会非常 感叹啊 嗯 这个还是得自己好好把持 免得最后就叫做面目全非 这样 真的哎 老师讲到这个我很有感 因为之前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 就是说呢 大陆以前贪污比较严重嘛 那有一个年轻的男性呢 他就非常的痛恨贪污 每天都举着其说 要打击贪污 讨厌贪污 结果后来呢 这个大陆政府就看他 哇这么的正义感 就聘他为高管 结果后来过没有几年了 他被人抓出 他自己贪污千万元 所以 就像人 对这个有时候 蛮讽刺的哈 对啊 所以人就是在接触到一些 可能有权有钱有利之后 哎 真的容易有时候会利益熏心 就是人就会盲目了 所以有一次我在课堂中 我就跟学员讲嘛 就说 做一个青年的人 对吧 就说 今天看到一百块在你旁边 掉在地上 好 你可能给来送到警察局 对吧 对 你能看到掉了一千块 你也觉得 名正元顺要送到警察局 嗯 那掉了一万块 你说 嗯 我是一个实惊不媚的人 对吧 对 那如果掉了一千万在你隔壁 你还能够送到警察局 那才是真功夫 哦 真的 所以有的时候 人是需要被考验的 对吧 哦 可是这种考验 不见人牵制 哇 这个我觉得 人性要面对那种 利益的 考验是最困难的 是 那种情欲啊 利益啊 哦 对不对 都是人最难去抵挡的 最后再说 但有些人呢 他说 就好像几个人在一个环境里面 对吧 嗯 没有影响到他的时候 其他的什么制度啊 这些等等的在讲的呢 他都会说 哎呀 怎么会这样 然后 他也没有一个正义感 是对还是错 他永远不说 对吧 那明天又来一个人呢 他说 哎呀 怎么会这样 也没有正义感 对吧 后天影响到他自己了 嗯 他马上跳出来说 这口气咽不下去 嗯 对 是不是 对啊 现在的生活 一变到就是 至少门前学的人居多 那有没有正义感的 真的叫做见仁见智 嗯 那对错之间呢 每个人的这些评判标准 好 和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天地真理也好 或者是道德 与否也好 嗯 这些都是 日常生活中 每一天的 点点滴滴啊 嗯 正在学习也好 累积也好 看你要走哪个方向 嗯 那 我是说 这个世界的确是 地球是圆的 嗯 你今天没有再注意 对与错 明天也没有注意 可能后天自己要面临的 可能把前面几天 没注意的 一起要陪进去 嗯 但是 往往事情没来的时候 大家也都觉得 这也许不是我的事哦 嗯 这也许是 这个外面 这个怎么 风怎么吹呢 我们就随便它吧 嗯 但是这个社会的确 在这些年呢 尤其越到 好像现在 2019 嗯 因为是这几年 这个社会的 变化 特别的快 对 那往往是变得不好的居多 嗯 我们没有办法否认 这是假的言论 因为 你去看 这个社会新闻啊 嗯 你把前一年 前两年 前三年的报纸 拿出来看啊 对 你会发现 这个新闻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越来越恐怖 嗯 真的 那是在在地 告诉个世人 我们 应不应该面对现实 嗯 还是 今朝游走 今朝醉啊 嗯 还是哦 眼睁睁的看着 这么小年纪的小孩子 所谓的网红 他正在 哦 为这个世界啊 要上一个 很严重的课程 嗯 那么我们做大人的 该怎么看呢 嗯 所以这就是 哦 见仁见智的一个抉择吧 是这样子 所以在超级生命密码当中啊 像这种德的提升啊 还有在乱世当中的自处 超级生命密码 可以在这部分 那个德的部分是 潜一幕化当中 他就自然提升呢 还是 是一个有刻意的提升呢 呃 我们是说 好 我们必须呢 要合于天心啊 才会得到天地的祝福 嗯 所以进入到超级生命码的学员呢 我们都鼓励 好 我们的每一位学员 都要在 网上啊 或者是录影带 看这个 蔡里旭老师的 弟子规的演讲 嗯 好 这个有一位 这个蔡里旭老师啊 在网上讲这个演讲的41集 弟子规啊 嗯 讲得非常非常好 嗯 那么我们跟他呢 并 并不认识 但是我们推崇 嗯 他的这些演讲的确可以为人类带来一股清流 嗯 所以他在2005年的这个演讲集的录影带呢 嗯 现在已经十多年了 嗯 但是在网络上呢 的确还是有很多人 好 在看这样子的录影带 嗯 所以我们是要求归敬我们的学员 必须要看这个录影带呢 每天至少看一集 嗯 50分钟 嗯 嗯 来给自己呢 清新一下 嗯 免得在红尘待久了 就烦恼越来越多呢 不知道如何的这个解救自己 嗯 所以当你看着看着看着 你就知道说 为什么我们要来遵守一些 我们为人呢 嗯 必须要遵守的 真理也好 道理也好 道德也好 嗯 这才是所谓的为人在世啊 基本的该做的要做到 嗯 所以我们的学员都在这样子的潜移文化中呢 都渐渐的在调整调整 一调整到 跟天心合一啊 嗯 当然就得到了天地的祝福 嗯 是这样子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也先稍作休息 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进行的是 富足人生一百问的单元 那么在这个单元当中 我们都会固定的邀请到的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精神导师 太阳圣德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导师好 业如你好 以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所以我们在前面讲到说 这个网络文化啦 还有现代人的 对于道德的不屑一顾 其实引起了蛮多令人担忧的现象 那另外呢 很多人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 就会开始想方设法 去了解对方 这个了解对方呢 有时候在生意上 好像变成一种赚取利益的方式 所以有些人就开始去学习看面相 那在比方说 每次推出什么裁券啊 裁券也都会有一些相关的新闻说 诶 长什么样子的人 比较容易得到财富 所以导师怎么样来看待 面相这件事情呢 是 就延续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道德与否啊 跟面相之间呢 其实它也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经常有听过说 所谓的面由心照 对吧 那么 我这么多年来的经验呢 看了那么多人 那么我像得到的一个结论是 这个面相还是真准呢 就是说呢 你看到一个人呢 如果他就是 嘴巴讲的 这个人意道德 但你看上去呢 你就怎么看好像就不太对 你知道吧 但是呢 这么多年来 就说所谓的大数据库啊 来做的一个结论啊 那还是你必须要 相信面相与否 就说他讲的再好 再人意道德 但他如果面相 你看上去就不太对劲了 就往往到后面 都会让你跌破眼睛 所以这个面相 的确它是反映出 你的心灵之间呢 这里面的许多的data 而面相呢 他又会改变的 我们有很多学员 以前也是很热衷于到处看面相 但是进入到超医生密码之后 他发现 面相会改变呢 以前可能是这个 比较 扣分的相 比较大胸的相 或者是 看起来比较 轻薄的相 但是进入到超医生密码 他的实行实验之后 他的朋友 再来看到他的时候 都很惊讶说 好像变了 变了一个人 那往往就 面相 以及各方面都变了 所以 今天我们谈到面相啊 的确我觉得 这个 就是所谓的 大家应该为自己的面相负责 不觉得这句话讲得太好 那这个面相 是要去擦保养品吗 哈哈 对不对 很多人说 我用化妆可不可以啊 你知道有很多人 花了多少钱 这不管是擦子保养品 这个 吃什么 泰盘素 或者是 打玻尿酸 整形 等等的方法 都希望找到 一张的好面相 对吧 但是呢 面由心造这个事情啊 还是 没有办法 因为人的科技 OK呢 就让他 越过这天理 你看到有很多人呢 他的确 在面容上面 做了一些修补 但是那是暂时的 哪怕这一年 这两年 这五年 十年 你看上去觉得 还OK 但是呢 如果 没有真正用到一个 一劳永逸的方法 就是靠着这些 先进的手法 往往有的时候 后面他这么一翻转 他原来那面相 好像不见了以后 反而更吓人 这种实际的例子 在红尘中 现在也蛮多看到的 这些人他比如说 他打了什么样的 帮助面容的针 后面没办法再打了 或者是 因为某种原因停了 或者是怎么样的 一个因素 这个后来表现出来的样子 吓死人了 这种人也大有人在 对吧 对啊 那么另外还有很多 就是这种各种因缘 来证明着 这个人的面相 还不是自己 可以享受到什么样 做什么样的 这种实力 的确在你我的身边 经常会听到一些 所谓的也是新闻吧 因为这些东西 以前我们也没遇过 你在听到 在看到的时候 你会很惊讶 哇 这个面相还真的不是 用科技 就真的可以 一劳一劳的买到了 对 反过来再看 我们有很多学员 从四面八方 来到这个 超级生命密码的大家庭 对 那么进来之后 只要他真正的 愿意来做实验 来如法实修的人 都发现自己的面相变了 不管是变得气色好 或者是这个面容呢 由胸变急 或者是这个变得有光泽 有弹性 甚至这个 有点这个拉皮的作用 的确不是这个 好像糊弄人的话 是真的发生的 不是假的 是真的 你知道在 早在2013年 我在洛杉矶的时候 我们的学员 就真正的自己的经验 这个非常乐意的举手 跟大家分享 他发现了 在我们的练习方法中 他感觉到真的有着 所谓的电波拉皮的感觉 那我们也好奇 说什么叫做电波拉皮的感觉 他说 坐着坐着坐着 觉得这个脸上的皮 慢慢就绷紧了 不像以前的这样子的松弛 我们一听 我们以为是他的心理作用吧 还真的 从那个学员开始 他还真的就是 慢慢慢慢 就真的变着 就是一股荣光焕发的感觉 而这些年来 在这么多年来 在全世界各地 已经不止他那一位 表述心声 有同样的感觉的人 比比皆是 他在证明了 好 这有的时候呢 是不是应该合于天心啊 那给天地 这个互动中了 得到这个天地的 恶症 好 应允呢 来的可能会更有效果 那我经常说 超级生命吧 它不是炫学 它是科学 所以是不是呢 应该大家来做实验 那如果真是如此 那也许就要考虑啊 为什么这个里面 超越了现代的科技文明 它真的有某种的一种力量 在来我们的所谓 在希望讨论的面容的 这个课题中啊 它竟然有一个超越的 那种可能性 所以我经常说 讲了很多啊 听起来的天方夜谭 还不如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做实验呢 不管到底是真还是假 但是在我们超越生命吧系统里面呢 我们经常说啊 在我们超越生命吧的大家庭里面呢 这个男的帅 女的美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心美了 所以呢 这个面由心照啊 这个面向就美了 那是不是这样子呢 那已经不是一个人说 好 我们的学员 让人家感觉到亲切 好 热忱 善良 好 这些花响的话 已经不是一个学员听到了 已经在全世界各地 所以都有人谈侃 发自内心的在讲 超级生命密码学员 果然是 他们的感受 有很强烈的不一样 是这样 所以像超级生命密码当中呢 如果大家有曾经去参加过讲座 就会发现 这些学员有年纪很大的 那也有年纪很轻的 因为有小孩的 所以如果说这个超级生命密码 它只是一套玄学的话 我想不太可能 有那么多人去认识 跟遵循很多的心法吗 那是因为有这么多人 所以大家更可以试试看 如果别人试了可以 也许我们今天试了也是可以的 所以如果想要变漂亮的 不要开笑 如果想要让自己的面相呢 看起来是和善的 或者是你想要在那个气质上面 有所提升的 甚至呢 在连带着连我们的 我们所说的命运啊 或者是想要让我们自己的处境 更好的话 在超级生命密码的这本书籍当中呢 也有记载了很多朋友 他们在接触之后的心得 那另外呢 在超级生命密码的粉丝专业 有很多很多相关的资讯 以及在全省各地的很多时间 很多地区 也都有举办超级生命密码的 圆满人生精英会 也就是读书会哦 会来专研其中的内容 那彼此之间做很多的分享 或者是呢 在每周三早上 我们这一个 富足人生一百问的单元 大家在空中 导师跟大家一对一的来 做分享哦 好 那在今天呢 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关于面相 还有我们的网络文化 希望大家都有所收获 那么 我们的电话呢 如果想要了解的话 都可以拨打 0255995439 0255995439 那么今天的单元 也再次感谢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精神导师 太阳圣的导师 精彩的分享 谢谢导师 谢谢燕儒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